朝鲜也许应该叫做昭仙 意思是新的昭哥 因为五王灭伤以后 准备册封商周王的叔叔姬子 但姬子根本不鸟他 一流烟就跑到了如今的朝鲜半岛 建立了姬子朝鲜 一直到汉朝才灭亡 朝鲜如果叫昭仙的话 昭就是昭哥的意思 先是新的意思 昭仙可以理解为新的昭哥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